探尋古佬失傳秘術 窺探玄妙天地人間 歡迎收聽喜馬拉雅FM 出品的奇趣懸患小說 《失傳秘術 趕蟲詩 語版》 作者哈姆曹灣 播講曉奇 第六十三章 哈楓先生 三 上次說到 在那條翠胡搶風的村裡 我就發現了 其實是有兩隻蟲 叫吞吐獸 但那兩隻蟲就不是這麼好說 一來是因為這兩隻蟲的門道比較大 二來是因為這隻蟲的脾氣大 本來牠們是吃氣的東西 如果揭開石頭 把牠們捉出來 就算趕蟲人不讓牠們燒死 不中瘴氣 也會失敗 因為這兩隻蟲一不開心 就會自己擊死自己 吞吐獸一套就會捉大肚子 直到肚子帶成籃球一樣 爆開就死了 人家一攻一拿 在石頭洞裡恩恩愛愛 憑什麼被外人搬來搬去 他們想不開 就雙雙擊死了 這隻蟲的腳很短 也跑不快 牠們最大的殺氣 就當有人揭開石頭 等牠們見光之後 那隻就閉上口不吐氣了 這陣子弓那隻就會駛大風 那些風遇到可言的東西就會全部燃光 燒光它見到的所有東西 所以說吞吐獸 首先要消磨氣繩 這不是三、五十分鐘可以消磨到的 要讓牠們開臉 什麼叫開臉呢? 就是跟牠們搭到熟口熟面 直到牠們不怕你為止 搭到熟口熟面 最重要是要投其所好 吞吐獸的愛好只有兩個 一個是吞氣 一個是吐氣 春天趕的時候 趕蟲人要放一個北斗七星旗陣 跟牠順著方向吸氣 一口一口吸氣 不可以停下 直到吸氣到對方認為你是自己人為止 秋天趕的時候就剛剛相反 放好旗陣後 趕蟲人要派在地上 像牠一樣開始吐氣 一口一口吐 直到吐到牠認為你是自己人為止 這樣就叫做棄勝雙頭 這東西很考體力 真的很難為那些趕蟲人 吸氣的時候 有些人就不吃不喝 吸足兩天兩夜 還是不可以成功 最後搞到肚子裡吸滿了氣 那就唯有算數了 還有些趕蟲人 吐氣吐到整個暈倒了 還是不可以成功 這樣就叫做棄勝不投 一旦棄勝雙頭的話 這兩隻蟲就可以隨意驅洗 但這隻蟲就不能鑄百獸狼 因為春天的時候 白獸狼會焗死他們 去到秋天的時候 白獸狼會被他們吹到爆 這東西吐氣就不能形成風 所以形成的風 其實是供那隻吞吐獸感應過來的 這也就是說 你兩隻蟲天生會製造風和舞 我和黃金彤回到水村山之後 當日晚刻 林慕蟹就沒有回來 但完了 他與宿舍裡的女生相處融合了 到第二天早上 我還去招禮 去老大校園裡等樓向晚 黃金彤就去蘭山羽 找出裡面的負責人 他身邊有底之後 憑著他的三寸不爛之舌 看怕也沒什麼問題 我就按部就班 按照每天的作息時間 首先找那個保安仔許永昌聊天 但今天許永昌見到我之後 說的第一句話就是 噢!你居然和柳向晚認識的 還在一起吃飯? 我就開始說謊 怎樣的謊 可以令我掩飾到 每天和柳向晚一起的事實? 我急中生子乾脆就說 噢!我是柳氏集團的保安 老闆叫我每天來 看看他的寶貝女 這是任務來的 我吃飯是公司報銷的 所以就每天和柳向晚吃一頓飯吧 許永昌張信張儀般 上下望了我幾眼 有些信有些不信地說 啊!你也是保安? 你們那裡還要不要人? 這樣拆開話題之後 我們兩個又聊到灑點左右 在聊天之中我就知道了 可能我很快就會成為老大的焦點話題 因為關於我的議論話題已經傳開了 老大這個地方很八卦 早幾年的學生不會關心什麼女神 學生、校花、富二代之類 他們有更具體的事要去做 例如出去開房、考研、出個留學等等 但這幾年的學生就只有兩件事 考駕駛執照和談學校知名人物的八卦 細風日下具體表現就是 早幾年的學生在學校裡找到美女女朋友的可能性比較大 但這幾年那些美女孩很喜歡走出去 找那些所謂事業成功的大叔 成王敗球的意識和兩極分化愈來愈嚴重 完全沒有早幾年大學生的風韻 當然這些都是那個許永昌分析的 我真的越來越喜歡和他聊天 劉向晚落課後遠遠走過來 只不過今天我見不到林慕蟬 我對著劉向晚迎了過去 問他見不見到林慕蟬 他說見到了,在大副室裡沒有出來 可能還有些事 我隱隱感覺到林慕蟬是不想見到我 因為每天和我這種方式來見面很尷尬 我和劉向晚在同一張餐桌上吃飯 還是聊到下午兩點多 然後我就告辭離開了 回到山上騎了雷仔 沿著山林小路去到蘭家瑜東邊的小土山上 接著我下雷仔步行去到村口 直接向著村委會走過去 剛剛去到門口 就見在院子裡有幾個人推來推去在吵架 被人推的那個不是另一個 只是黃金銅 黃金銅正在努力解釋 你們知不知道我是誰? 我是偷過暗河流官的黃金銅 在我看黃金銅的三個人當中 有個五十歲左右的男人 西裝骨骨氣語軒昂 好像是村裡的領導幹部 在指揮幾個年輕人趕黃金銅出來 我走過去叫了聲黃大哥 黃金銅轉頭一看見我來了 我走過去了 立即向村裡的人解釋 我說的大師到了 就是他 然後一手把我拔過去 那個整個幹部的人 上下看了我一眼 很輕烈地笑了一下 然後就說 嘻嘻 嘻嘻 騙鬼的我見得多了 和我爛 我見到不是路 本來這個村裡是打算死馬當回馬尼伊 但可能黃金銅今次來就沒有早準備 對那個村裡什麼都說了 什麼趕蟲啊 吞吐獸啊 人家完全聽不明白 反了面 認為他是過來騙鬼的 趕他出來 再加上我現在這樣的樣子 同頭救面 哪有大師款啊 這個年代最重要是包裝 就算你再有本事也好 如果沒有包裝的話 人家也不相信 我立即就說 誤誤了誤誤了 我真的不是什麼大師來的 我師父才是真正的大師 我們雲游四海來到這裡 我師父說 你們這裡的風水有問題 他想著和你們調理一下 要幫你們解一下這個風水告 我的話還沒說完 那整個幹部這樣的人 很乾脆地打斷了我 爛啊 不爛就報警了 他們完全不理三七二十一 把我們推了出來 我們兩個很狼狽 看我們兩個這樣的樣子 也不像是什麼高人 黃金彤打扮到肥肥扭 整個流亡 我便灰灰灰灰灰灰 就算穿著這套衣服很乾淨 也完全沒有養尊處優那種氣質 怎麼看都像是兩個招搖撞騙的人 在回到的路上 我一問黃金彤 果然 他一進門口就滔滔不絕 說起吞吐秀有多厲害 而且說我是個趕蟲大師來的 是他兄弟 人家聽下去覺得很不靠譜 好啊 他又解釋自己在暗沙門裡很出名 是偷過薄沽的暗河流觀墓 見過人頭魚 還脫上褲子 被人看在他身上那幾片死魚鱗 人家以為他是瘋狂的 於是硬向他推了出來 剛巧撞到正我來了 於是將我一起掃地出門 我和黃金彤說 你這樣當然不行 這樣做不到事 做神棍這個行當 首先要說少少 不能把事情都說出來 說出來就沒意思了 先說兩句搞得對方很想知道 然後人家求你破解 你還要半推半就 等對方再三求你 你還要扮東西 不是那麼肯做 說一兩句什麼 天璣不可視陋的事情 這樣三花兩次才像個高人 這樣對方才會仰望你 敬重你 你一進門口 搞得自己整個推銷保險的人這樣 人家不煩才怪 這叫江湖前盤的水火王 你沒聽張宣望說過嗎 黃金彤彈一口氣 然後就說 哎喲 那整件事都搞成這樣 你說怎麼辦 我回答他 請張宣望親自來吧 黃金彤就不服氣了 蛤?就他? 他都比不上我呢? 我就說我有辦法了 回到水尊山後 我和張宣望說了要他扮個高人 張宣望很開心 即時同意了 謎看張宣望 整把嘴巴都是大黃牙 但他是個老的童子身 養得自己學法童眼 牙齒不露出來的時候 坐在那裡 真的有一點點仙氣 他的白鬍鬍在胸口前飄著 臉色紅潤 兩眼低水 我和黃金彤說 我們入省時 我見到北馬路路邊有個老軍堂 是個道教用品店 你去那裡買一件道舖 一餅浮塵 再去中藥舖買增青 只要有貨 舊錢的情況下越多越好 還要買一條單車上的氣門芯 越長越好 再買木炭 連夜回來還有安排 我和張書望吃完晚飯的時候 黃金彤回來了 買了一件零仙天八卦店 一頂沖天館 一餅馬尾浮塵 再加一包增青 一包木炭 一捲氣門芯 我將增青分成兩份 一份大些 一份小些 然後問張書望要裝迷藥和悶久藥 這些藥 張書望經常被在身邊 以防不測 然後我將大份增青 迷藥 門狗藥和木炭交給黃金彤 吩咐黃金彤說 黃大哥 你快點吃飯吧 吃完飯後早點睡覺 凌晨兩點就要起床 你走路去到蘭山玉川委會門口 門口有個直班室 你才對著直班室窗吹些迷藥 等負責看門口的白夜公睡著了不會醒 記得不要吹那麼多 然後將這些增青在門口用木炭燒它 如果那個院子裡有狗叫的話 你就直接將悶狗藥 收在火腿廠裡扔給它 然後我將細胞增青磨成粉 又對張書望說 張大哥 明早一早你換了道袍 我和你拖著一隻指電著陳特 去蘭山玉川委門口 你就在黃金彤燒過增青的地方打坐了 你胸口收藏這個礦泉水瓶 它是連著氣門心管的 收一件袍下面 見到人越聚越多的時候 你就暗暗出力 將礦泉水擠出來 淋在增青燒過地上 記得你坐在那裡就可以了 不用多久那些村民就會把你當成神仙 一定要等到我叫你起床 你才起床 起床之後 你身上拿著細胞的增青 握著門口的鐵門框 我一說 師父你鬆手吧 你就鬆手 這樣之後 你可以變成真神仙 張書望聽到之後 吐了頭答應我 黃金彤吃完晚飯早睡了 兩點準時起床 匆匆向蘭山玉趕過去 天還未光 我和張書望就一早起床了 張書望帶著衝天館 身披鮮天八卦袍手持浮塵 真是有少許先鋒道骨的樣子 天色蒙蒙光的時候 我和張書望就去到蘭山玉川位門口 黃金彤早就躲起來了 地上有燒過的增青 加上還未有什麼人 我叫張書望先坐在燒過的增青上面 接著叮捉她說 你先在這裡打坐 等人聚多了 你就靜靜按心口歌礦泉水瓶 對著地上滴水 這樣就可以了 本集已經播講完畢 多謝你的收聽